塔前暖臨星座雲西 在2021年的農曆二月再遇榮貴 首先要跟大家說聲不好意思 因為新聞都真的停足了一段時間 不過情有可緣 首先就年尾年頭這些時候 就很多人找我去做蒜頭鏈 Service H 甚至做了大批 Service J 甚至最近有很多人做過 ACG 占星地圖 Service M 因為都真的移民是一個對香港人很熱門的心水選擇 然後去年我又做過一個Live 2021的十二星座開雲秘吉 我也上去怪別人說了 大家可以當這是一個整年的星座雲西 但當然不夠我每一個月半去做的星雲 還有真的很多星象 去年有冬至土木下 今年六星連珠 還有水翼水瓶座美國大選 還有我搞免費二占 還有我最近也做過幾次Live 所以其實真的很忙 分心佛術 所以要將免費的星雲暫告一段落 但現在就回來了 我相信大家會體諒 好 快點報告正題 今次農曆二月 伴隨著賽日 即西曆三月十三日的雙魚座新月 割下 無論是上星還是太陽 以下這個星座 你們的自身整體運勢將會如何呢? 屬於平座的朋友 其實最近有沒有跟一些很親密的自己人 尤其是Family Members 或者是同一屋簷下的人 例如同居伴侶 那會發生一些磨擦呢? 好了 就著什麼事去磨擦呢? 就是我會用一個我們中國人通常會說的口語 是不是叫口語? 就是一些通用的說話 但是我不是去歧視任何人 但是正所謂貧善夫妻百事愛 原來人生世上有時都真的很需要錢 因為錢財是養命之源 有時不夠錢 捉心見爪 那很多衝突就會來的 因為起碼大家都不開心 不開心 你心情不好 大家的脾氣都會差 是不是? 那除了因為這樣 另一個反面就是 可能不是沒有錢 而是有人 在一些關係相處裡 有人很用心 很用心 瘋狂地去賺錢 但是這樣就會忽略了 你跟這些很親密的自己人 那個相處的品質 尤其是 如果有些人會覺得很自大 覺得我賺錢的 這家我養起的 我交租的 這東西我買的 全部都是 所以你看看我多重要 我多聰明 還跟我說要我多點時間 不是我賺錢 誰可以撐得起這家 如果有人是這樣的想法 很子高氣揚 對對方是儀器指示 原來這樣也是會破壞那個關係 所以一次技之弱 真的是那個錢的問題 要麼不夠 或者有人是 整副心機去賺錢 而沒有了人際的相處 原來這些就是你們造成 就是造成你們衝突的那個原因 好了 但是這個農曆二月 上天代你們不薄 就是因為你們這個錢出了問題 上天就會在這裏給你一個機會 OK 去解決你們背後的 就是你們因此去引伸出來的那個磨擦 不過如果你說 其實我一向都沒有那些磨擦 但是都恭喜水平座的朋友 因為在農曆二月 你們都會有一個錢的機會 對 那如果你們本身已經是 有工賺的話 OK 那你們那個人工可能會加 不過呢 我們又要看回這個現實環境 其實現在經濟那麼差 說真的不解僱你 不減身不懂身已經偷笑了 還加工資 我覺得那個可能性是非常之低 但是let's say 咦 原來你可能可以保持同樣的人工 但是工時減少了 OK 又或者老闆很多時候 肯讓你去work from home 其實你計算一下 你脫離開 那你那個 hourly rate 其實都是叫高了 是不是呢 那 sort of 都叫做家人工 是不是 一個變相的家人工 那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剛剛那些錢的問題 或者沒有時間 去跟這個很close的人 去相處的問題 就迎刃而解 是不是 所以其實是宇宙給你一個機會 那又或者 咦 如果你說啊 我待業中了 真是 沒有辦法了 這個時勢真的 這個環境真的太惡劣了 真是被人拜拜了 現在一直在等著 再去上班的機會 那原來這個農曆二月呢 你們又有這樣的機會 那這個機會是來自什麼的area呢 如果是來自 你們那個顏值很高 是的 即你們是自己做一個brand出來的 可能你是KOL 那你們會有一些生意合作的機會 有人會去找你們去做model 即是靠你們的樣子 靠你們的身材 可以OK 又或者呢 如果你是從事一些藝術設計 去賣精品的 一些需要美感創作 或者一些裝扮 潮流服飾 以上的這些行業呢 其實呢 都會有一些工作的機會 OK 那有工作機會 就自然有錢 有錢呢 就自然可以解決 我一開始說的那些磨擦衝突 OK 但再說一次 就算你沒有以上的那些磨擦衝突 但是這個龍獵魚呢 都是會有剛剛那些錢財的機會的 好了 那可能你都會很積極想問一下 咦 那這個貴人是誰啊 那不如我主動去親近他多些 那就可以更快去抓到這些機會 咦 但是sorry 我可以告訴你 這個幕後貴人 這個幕後金主 你是找不到他 是的 他只會在背後發揮 可能他是幫助你 他都不會出聲 就是這樣 是的 那好好珍惜這個 接下來的時間 美麗在忙 祝你們接下來是生活愉快的 最後提醒大家 以後的新聞post 無論在哪個平台 Facebook、Ig、Mimi、Youtube 都記得要點擊 文字的description 去找一下有沒有財蛋 說真的 我塔子亂林新聞 都算是在玄學界裡面比較unique 首先我不是透過Cartumency 即是抽牌 即是占卜師的一己之力 去講宇宙的大事 即是有時我趕宇宙大事 我都是跟星象 或者是根據別人的盤 去算他的命 而第二 雖然坊間都真的有尖聲師 是會跟星象 去做Monthly Horoscopes 但是他們是根據 Calendar Month 而我都經常強調 星星是有自己運行軌跡 我們不應該被人為的力法去影響 所以我才為何是做初一新月 甚至以前有時間會做十五滿月 但是今天開始 我就決定了 為了令我的這個新聞更加特別 我去走多一步 亦是給大家一點點心意 就說在我弄完星魂的影片之後 provided我有時間 我就會在看行星Planets之外 看Fixed Stars 行星銀行的行星 但是又要記住 其實因為行星的角度是觸得很緊的 它就未必每一個月 就會對每一個星座造成影響 所以有還是沒有 就會留待在文字的description 給大家去發掘